哇 Oh my god haaaah 不光眼 然後我現在 又有拍那個水平線 固定的模式 誰怎麼看到的我 到處是最終的 不光我 我現在真的在海上 負責海上去 啊 屁屁靠車店 大家可太大 包括你屁股的那個 我先幫你推起來 哇! 哇! 換我了等一下 好可怕 啊! 之前叫了誰 嗨!大家安安 我們現在呢 在遊覽車上面 要去一個很可惡的地方 待會見 大家我們已經到了那個很酷的地方了 我們現在人在萬里的海邊 其實每年9月的時候科技圈都在蠻忙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新的iPhone會推出 但是還有另外產品也是非常高人氣的 而且是戶外控都一定會關注的產品 那就是新一代的GoPro 其實也都會在相近的時間來做推出 那今年已經是GoPro第20週年 比成22已經是GoPro第20週年了 那今年的GoPro來到了第11代 那往年GoPro的發表會其實比較常辦在他們的門市 然後或者是租一個展演空間 今年就是擴大舉辦 就是把整個活動會廠拉到了海邊 然後等一下廠商們也會實際 讓我們拿著GoPro 11下海拍出精彩的畫面 那現在我的手中就熱潭潭的GoPro 11 沒錯大家記得我上個月噴掉了一台酒 我又去買了一台10 然後這個禮拜呢11正式推出了 我們看標誌11的LOGO在這邊 不過呢其實我今天也有帶我的第10代出來 來大家比比看給你們3秒鐘 我換一下位置好了 大家分得出來哪一台是GoPro11 哪一台是GoPro10嗎 其實分不太出來對不對 其實他們的顏色也都非常的相近 都是這種深灰色鐵黑色的 包含前面的這一塊前螢幕 然後還有它的主螢幕尺寸都是維持一樣的 所以呢其實從第9代第10代第11代 他們的媒體模組都是可以共用的喔 雖然說機身上面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據說今年GoPro11呢 在散熱的部分是有更加的加強 那這部分呢可能就要等我第二支影片 實際幫大家實測 再來跟大家分享感受 今年GoPro上面呢在它的電池 也有做一個不一樣的更新 那就是新一代的GoPro11呢 他們隨和附贈的會是這種Andoro電池 然後就跟我們歷代的這種 祖傳電池不太一樣 不過他們容量啊其實一樣都是1720 不過那Andoro電池的特性就是 它是可以在溫度比較低的 比較天極地的狀況都還可以正常運作 然後充電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所以如果你有在出國玩滑雪啊 或是拍一些比較極地氣候的旅遊啊 其實Andoro電池就會好一點了 那今年的GoPro11有帶來哪一些更新呢 我先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就是它的感光元件變大了 就是從原本的2.3分之1變成了1.9分之1 感光元件變大也就是代表它的進光量會變大 那其實從GoPro它出來的宣傳影片 也可以看得出來 今年的GoPro有在夜拍上面加強 就是有加以改善 這年超級感人 因為過往GoPro最讓人家詬病的呢 就是它的夜間拍攝的部分 其實是噪點比較多很難拍得清楚 那今年呢我也非常期待它後續的夜拍實測表現 大家請等我一下 那這一次的GoPro呢 他們把過往的Super View技術呢 更升級的變成Hyper View 據說呢是可以達到更生力其進的效果 也就是我們這樣子在自拍或者在拍攝的時候 它的廣度會是更加廣的 那實際給大家看一下今年新增的 Hyper View長怎樣 現在是一般的廣角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原本的Super View的大小 原本Super View的大小是長這樣 那我們再看一下今年新增的一個Hyper View 喔有看到嗎畫面是更寬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實際測試一下這樣的寬度 會不會真的有更生力其進的感覺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Super View呢其實是GoPro他們一個獨有的 視訊的一個叫什麼 視訊的格式 那它的比例呢是4比3的 那今年多了一個Hyper View 它的大小是8比7 所以它是更接近正方形的 就代表說你今天不管是拍橫的拍直的 你不用去擔心說你後續要裁切會影響它的整體畫質 那色彩的部分呢也提升到了10bit 過往都是8bit 那這是什麼概念呢 就代表它其實可以看到10億個以上的色彩 是更接近人眼所見的 所以它其實跟它的上一代 地時代商品呢拍攝起來 它的光線會是更加自然 更加貼近我們肉眼所見 之後十一跟它的上一代 地時代呢 兩者的深度比較 我會再出下一支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可以去玩了嗎 可以吧 我們今天要去體驗新的Google 1了 我們今天要去體驗新的Google 1了 我們今天要去體驗新的Google 1了 等一下呢會實際下海 聽說他們準備得非常 什麼事耶 聽說他們準備得非常刺激的遊戲給我們 你看多刺激 而且他們很厲害還要準備氣球功夫 那邊等一下就是我們要體驗的東西 感覺等一下會有香蕉船耶 對啊還會有就是那個水上摩托車 好可怕喔 今天浪其實蠻大的 然後還有SAP 哇 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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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好可怕 這個超高的耶 看多刺激 我現在有巨高震生耶 我先拜派貝爾上去 你這樣嗎 有一點好可怕喔 看多刺激 我現在要先去挑戰我的心 我先把這個高的解決掉 等一下再去玩其他的 好可怕 好可怕 還滿好玩的耶 對啊 再玩一次 再玩一次 好好笑 這個體驗會好酷喔 這個是實力體驗會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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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我了 我們等一下要去玩香蕉船 甩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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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要反過來好不好 甩出來看大家 對對對 反過來 沒有反過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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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啦啦 我剛剛不敢追起來 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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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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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出去 甩出去 現在要我們自己來笑 我剛才完全不敢放手 我剛才完全不敢放手 我就忍油彩 幫我們肥 整個片都會是我的尖叫聲 各位 那個阿菲妳的畫面在見我 天啊,我們是歷節歸來的人 欸,不過我剛剛也踩不踩一下 好好玩喔 OK,各位朋友們還好嗎? 哈哈哈哈,他還在救我 誰還在說,剛剛下來的時候 五塊就還先救狗普洞,不是救我 當然啊,誰要救你啊 好好啊,阿姨 大家記得拍點的時候要選限制喔 不要選到Superview,不然會變很寬 我現在呢,要準備去玩海上摩托車 然後呢,我現在是有開啟一個電瓶線鎖定的模式 這點是360度,不管你怎麼轉 像我現在是360度在翻轉鏡頭 但它都還是會幫你維持在正中間 我覺得這點是GoPro還蠻厲害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來試測看看 我莫娜那台車的教練,感覺很瘋喔 好了,教練我跑了 我拐一下喔 我現在真的在海上 翻牌上去 哇 而且昨天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今年年的那個 整體固定超級穩固 我超過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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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我剛剛講不出話欸 但是它的那個 呃...水瓶 講不出話 反正它的那個水瓶固定呢 是還蠻厲害的 你要不再 aç 你 нравится 記得 可以停車到我旋轉嗎 謝謝 想要看 放好喔 好多啊 這樣都好玩 哇 好浪漫 我的天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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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移動點 然後我現在一樣有 看那個水平線固定的模式 所以你們看到的我 稍微是自動的 哇 哇 哇 我要登陸了 好 前面我要登陸了 好 好 過去 怎麼這麼好 我們現在已經所有的水上車 都走來了 都已經體驗差不多了 要結束上岸去洗洗 看看等一下要幹嘛 很好啊 超好 大家可以順便聽一下 GOPRO這邊 滴水的聲音 有沒有 還是跟上一半一樣悶悶的 大家可以聽一下聲音喔 這個真的是 GOPRO幫助教練加雞腿欸 真的 真的 他們好辛苦喔 超辛苦的啦 請我再拍一看欸 好 大家今天這支片 不知道到時候剪出來 會不會只剩下一堆尖叫聲 今天呢就是大概帶大家體驗一下 GOPRO 11整體拍出來的畫質啊 還有它的整個顏色 跟一些功能 一些潮水功能 那之後我還會推出第二支 可能跟它前一代比較 還有更深入的功能的操作 我覺得今天活動是蠻可惜的 因為現在陰天嘛 所以你沒有辦法拍出 GOPRO在陽光下面 真正的一些色彩樣子 不過也沒關係 因為這樣也可以真正撤出 這一次的GOPRO 11 它在整個陰天啊 還有整個光線比較不足的時候 拍出來的樣子會是怎麼樣 那不知道有看這支影片 大家覺得這一次 GOPRO 11的體驗 還有它整體的色彩亮度 表現怎麼樣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說 那我接下來應該也會 帶著GOPRO 11去潛水 然後也會去衝浪 看能有什麼素材就拍給大家 那大家對於這一次的耗電量 或者是說整體的夜間拍攝 有沒有改善呢 大家如果想知道 也可以在留言區下方留言跟我說 所以我會盡量來幫大家實測好不好 如果喜歡今天的GOPRO體驗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還有感謝貝貝 好玩嗎 好玩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然後追蹤我們的IG 下部影片見 掰掰